這個我是認為可能老師不會馬上來問我的 是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你想看看喔 如果我們現在在上課 我這個學期 有這門課 請問明年或者下個學年 你會不會有這門課 啊還是老師的課都是 可是應該會有那種 就是課是會一直開下去的吧 比如說你是必修的課啊 選修的也許可能開一個學期 對不對 也許就明年度差再開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要不要再重來一次 重來不是慢慢的也很有成就感嗎 所以 我剛剛那種方法 是比較慢 因為現在大家從年開始嘛 但是我現在東西多了其實我不需要這樣子 你看喔眼睛啊 你看到這邊 其實任務本身喔 任務本身也可以複製 有沒有發現有個複製 直接複製 有沒有你可以選你哪個群組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複製了 好比如說點這個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任務你就把它加進來 這樣了解嗎 這是第一種方法 但是這樣子還是慢 你有沒有覺得我都把最好的藏在最後面 有沒有更快的任務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匯出 我只要成員不重複嘛 其他是不是都重複 下載 有沒有存下來的 包括課程也是一樣 群組跟課程都有匯出 跟匯入的功能 所以今天如果要建立一個新的 建立 我就不用自己打了 直接匯入 這樣子 你看 因為我只要把學生資料 過濾掉就好了嘛 所以我就找到下載 找到他 有沒有他問我要匯入哪些 假證你的訊息就是已經 不想重複了 你就可以把他 不要匯進來 那我只要按下 匯入 我就會產生一個新的課程 來新的群組 因為我這邊用的是群組 他要一點點時間 匯入之後 你說這個成員我不用嘛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匯出就沒有成員 就算這裡有成員沒有用 好我就匯入 那你匯入之後他就是 變成一個獨立一個新的 除非你剛剛比如說我們加入 課程 教材的時候 我不是有引用跟複製嗎 如果你是引用的 當然就是要回去哪裡改 原本的課程裡面去改 而且你用這樣有個好處 如果你當初 會進來 有沒有 你看我在後面 有沒有一個COVID的 是不是我原本的 兩個是不是獨立的 你進去 有沒有都一模一樣 你看 有沒有所有的課程 通通都進來了 那我所有的 相關連結 獎勵 有沒有都進來了 你應該知道我很懶了吧 我已經懶成這樣子了 就是 你新開課程對我來講你今天很快啦 因為 當你的 老師 慢是慢在哪你知道嗎 剛開始 剛開始 因為你第一年 我跟你講 確實會比較辛苦 因為 我也不是 一開始就這樣 你看喔 我把這個取消 這是下學期的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任務 任務調整出去 任務還可以分類 好我可以分帳架學習 有沒有 你看 我有認真吧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這個問題也許您是一點之後才入門 因為我用觀眾一點之後我就會想要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還沒有的還在路上的 你就需要 慢慢接建立起來 因為 當你把這些每一堂的課建立起來之後 你還可以再修正 可是 我們修正的幅度 不會像你 剛 的時候 那麼辛苦 對不對 那 根據每個不同的班級 也許我 這一堂課 可能這個班我會講多一點 也許那一堂課也許就不用講那麼多好這個就拿掉拿掉 好這堂課也許 同學程度沒那麼好我就把它沾掉就好 這樣你了解意思 這樣子是不是 整個整理起來 你的 數位 教材的資料 還有跟同學互動 是不是就相當都會比較多 嘿來給各位老師試看看 這個功能不會也沒關係 教學影片有講 好你可以看一下我那個系列的 我就是會講一些這樣的東西 因為 你慢慢用比較久之後 總是希望說有比較 更快更好的方法